哎呀好累呀 哎呀我好像能动了呀 哎不对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你先别动你沉睡了太久不能马上起来啊 啊你你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得问你自己怎么在这里 啊这是哪啊是你家吗 不行我得赶紧走 我的家人可能会有危险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哎等等你先别着急 你说的就是你们魔法精灵王国吧 嗯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以光明之神的名义 解开一切黑暗的枷锁 好了现在别人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房子的 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 那天是这样的 我偷偷的溜进了你和小唐住的地方 啊鱼豆 你在家怎么不给我开门呢 这个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 我以为你不在家 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别打我啊不我我 只求你别打脸 啊啊啊 啊 鱼豆 鱼豆 啊 啥 鱼豆身上怎么会有黑魔法的通印呢 我知道了 所以你的事情我大概都知道了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 我走了的话 小唐看到我不在 一定会联合黑精灵族有所行动的 你以为我会像你这么傻吗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变了个你的分身在那里呢 是用你的头发变成了分身 所以连魔法气息都一样 没有人能发现 是不是突然觉得很崇拜我呢 哈哈 你放心再住在这里吧 之后的事再想办法 你现在只是个普通人 没有魔法什么事都做不了的 唉 那也只能这样了 但是 但是你刚刚在说谁傻啊 啊 不是 我刚才 哎哎哎哎 别动手啊 你先让我打你了再说啊 你这个人他讲不讲理啊 哈哈 哎呦 你见过哪个女人讲道理的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哈